美國要求香港製造和出口去到當地的商品 下個月底開始必須要標明是中國製造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 美國這樣做是侵害香港權益混淆市場 香港製造的產品和內地製造的產品 其實與優劣無關的事 而是兩個地方可能產品有不同的要求 譬如約物本地的產品和內地的要求有不同 為何我用了一個嚴重的語氣 大家都是世貿成員 美國是 我們國家是 香港都是 世貿裏面大家都是按照 譬如舉例 在關稅的貿易總協定裏面 大家都是成員的一方的時候 都要尊重那裏所說的日能 大家不能夠曲解產品的真正來源 美國這種做法 可能其他的政治或其他的目標 一方面是貶損香港的單獨關稅地位 亦都是用一種手法去影響香港應有在世貿的權益 但是現在是有一個很大的欣賞